好 講到有關於鋁這個字 現在大家雖然都很豐修鋁車 可是其實旅行車 接下來有很多新車 不遑多讓人要跟大家來見面 有賣顏值的 也有賣性能的 羅哥帶我們來看看 有哪一些旅行車即將登場 對 所以從青年底到明年度 會有一些大改款 或是小改款的旅行車 其實旅行車在台灣 真的真的 越來越風行 對 沒有錯 首先這是改款幅度比較大的 這個蘇巴路的Levaux Levaux 基礎上 它就是Impreza的這個車地 然後變成旅行車 那它改款以後 它其實在內裝 它的那個虛擬儀表的數位化 程度會比較好 會跟Outback有點像 數位儀表 然後還有一個直的數位儀表 所以基礎上大家應該會滿喜歡 那主要就是動力 它的這個水平對外引擎 換上了1.8的Turbo Turbo 太棒了 對 所以 動力大概會有個176匹左右吧 扭力會有超過30公斤米 所以基本上這部車 大家都知道 蘇巴路它就是全時AWD 對不對 全時四輪驅動 所以它的基礎上 應該也是會相當受歡迎 而且它的價格帶 應該還是會在一個還蠻甜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第二台是Kia的Seed Sportswagon 這個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有小批進過一台 對 進過一批 就是改款前的 對 沒有 這個其實它並沒有大改款 對 但是你注意到 你看它還是Tiger Nose的水上罩 但是它把它的新的廠灰放上去 而且這邊是不是長得也不太一樣 對 就稍微有一點點 小改款的修正 了解 了解 對 這可能剛好就是 車子的世代的關係 那所以它用的還是1.5Turbo的引擎 大概有160匹馬力 25.6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基礎上還是不錯的 而且它的價格 我記得它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才108萬多吧 就是很便宜的旅行車 對 而且我們一坐一開 覺得質感不錯 對 所以讓大家就滿驚訝的 所以這個車之前一批 也是很快就賣完 那很可能今年年底 還會再嘗試再引進一批 因為現在Kia有好多車子都 都缺差 對啊 所以只要進一些 比較有的賣的車吧 好 再來就是Pujuro 308SW 這是國外已經發表 已經是正式的大改款 那我們目前保家也在 積極的爭取中 爭取配合 因為這種車子通常一出來 都是在歐洲都是賣得非常好 那台灣那麼一點點量 他們都懶得跟你打交道 所以法國人要去跟他們原廠 溝通事情是難度一點點高 所以大家不要指責保家 因為他們其實很努力在爭取 沒錯 法國人又很驕傲 對不對 然後 對 基本上這個車子仍然延續 整個308SW的這個概念 它的這個質感 還有設計感都做得非常棒 所以我們也只能期待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進得來 然後再來就是BMW M3的Turing 這個我們之前也講過好幾次 那在2023年終於 我們可以買到這台M3 這麼帥的車子 而且還是實用的旅行車 好 OK 再來Focus的Wagon 這個我們也是等好 國產嗎 國產化 對 那我們雖然 我們之前也有講到 所以它可能第一批 因為原物要供應 可能要大量生產有點來不及 可能初期會用進口的方式 那我們是希望它把價格 控制得還不錯的話 然後以後國產化 可以順利的把這個 這個生產線銜接上去 這個是有改款的 改得還滿明顯 就是小改款之後 對 小改款 那其實我們也等很久 原物中已經改了一段時間 那就是因為原物要一直缺 尤其是歐洲 現在影響最大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值得 我們明年可以看好 而且期待的車款 一講到這個性能 尤其性能旅行車 大家好像都是真的趨之若物 不過講到性能最佳的代表 應該就是跑車了 大家知道嗎 在全球網路上面 熱搜度最高的跑車是誰呢 沒想到竟然不是山豬王 也不是小牛 是他 沒有錯 我個人覺得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全球 十大最受歡迎的跑車 其實就是 主要這個排名是依照這個 網路搜尋的熱門度 或是次數 然後來訂的 沒想到第一名竟然是 奧迪的R8 它的搜尋度能來到 兩千兩百五十三次這麼多 我根本覺得R8會搜尋度 跳到第一名呢 跟電影鋼鐵人脫不了關係 對 可能他因為 畢竟電影鋼鐵人裡面 他可能有好幾次 都是架著R8現身的 所以基本上他在整個 我覺得不管是廣告的置入也好 或者是車型的曝光 當然他本身在奧迪裡面 就是一台量產的超跑了 所以在品牌裡面 確實也有這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再來第二名的話呢 是Lamborghini的烏羅斯 那烏羅斯 是 我覺得也合情合理 因為在品牌裡面 它是第一部量產的這種 SUV超跑對不對 而且是藍寶基尼裡面的 金基姆呢 對 目前嚴格來講 你要入主Rainbow Guinea呢 烏羅斯是最好入主的 因為它是大概一千萬 對不對 九百多萬 一千萬 可是它等到昏倒 是 現在等車也是等到 等車等到風了 等到天荒地牢 它也是非常搶手的 那它的搜尋度也要超過兩千萬次 那再來呢 就是BMW的i8了 那i8在品牌裡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 畢竟它算是第一部 油電混合的 油電混合的超跑 考車 尤其小排氣量的 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這個油電系統 所以它的A送進度也是一千八百萬次 可是它都停產了 對 目前 可能也就是即將停產搭載 但是我個人覺得 目前i系列有很多的產品 比如說像iX系列都一直出來 所以代表這個i品牌 在電動化的這個布局 其實是比很多品牌 比雙B 而且比奧迪 比冰市 走在更前面 再更早 所以他們還是有吃到一些 算是先前的一些話題 然後再來第三名的話 第四名的話是Toyota的Supra Supra 那我覺得Supra當然也是 受惠電影 漫畫 一些經典的一個地位 當然Supra在日本方面 其實在亞洲國家 它原本就聲明遠過了 而且在以前在美國 還在封零四的時候 Supra是零四加速賽的常客 它的一個加速 零四加速賽的成績 其實是非常不錯 改造的潛力非常好 所以Supra也就再次推出之後 我覺得它的一個 搜尋度也非常不錯 再來就是美國的平民保車 野馬勞 當然一千六百六十五萬次 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 接下來 我覺得在 東零戰神GT-R 終於登場 我一直想說 一整個開始沒有看到 但是其實在GT-R的一個 巴掌的歷史來講 它也是算是日本 Nissan非常著名的 性能的代表作 然後那接下來 雖然說它已經面臨了 快速停產的那個 草代的更迭了 但是它即便現在 目前GT-R這個名號 在Nissan裡面 還是一個性能的表征 那再來還有Polish的911了 其實911掉到這邊 我有點驚訝 我一直以為911在很多 性能迷啊 男性車主的心中 在比較前面 應該在比較前面 對 沒想到它是 來到這個名次 但是其實它搜尋度 還是一千五百萬次 其實跟像GT-R 或者是Mustang這種經典的 雙門的跑車 其實都是不相上下的 然後再來還有的是 Lamborghini的Aventado 我覺得這次的這種 全球十大受到歡迎的 這種搜尋度的跑車 品牌裡面 Lamborghini是大贏家 它除了Aventado 它連Huriken 全部都上榜了 對 全部都是 大牛小牛 然後休旅牛 對 那唯一一台比較特別 就是Bugati的Shuhong 這台車當然是目前 就是山豬王 對 當然它雖然說 可能那價錢可能是 目前這個品牌裡面 這些車款裡面最高的 當然它還是有超過 一千萬次的這個搜尋度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算是話題性的一個操作 那也是代表著網友 他們對這個品牌的認同 以及對這個品牌 它的既定印象 是什麼樣的跑車代表作 當然這個也是提供給 各位做個參考 沒有法拉利 沒有法拉利 然後你看 前十大呢 連賓士也沒有辦台 所以其實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 奧迪反而上 對 所以這個調查 其實也是滿有趣的 就不一定說 我們先知道哪一個品牌 特別厲害 或者是法拉利等等 它也是沒有辦台 反而是Lamborghini 這次是草寶品牌的大贏家 是 好 謝謝Rig